今天我們戰術回顧是要打銀行和地下室的金庫 銀行地下室這個點還蠻特別的 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金庫外面有非常多可以下去的火板門 有好幾個樓梯和車庫的入口可以進去 但是金庫本身是沒有任何可以破牆 或者是從下面往上攻的地方 順便對手這次用了一個蠻有趣的戰術 現在很少見了 就四個人死在點內 然後一個人遊走戰術他們都不出來 那就金庫兩個入口都兩個人守對角 然後一個遊走的人躲超身 在我們發動攻擊前他絕對不會出現 那我們現在其實還不知道他們是要死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很正常的戰術 我們先從幾個不同的入口進去 然後小心的做偵查看看敵人的防禦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也沒有 我們也沒有 CCTV視看起來是完全安全的 甚至全部都被封起來了 這樣我開這個辦公室的火板門其實有點錯誤 因為這樣子我們當然要攻堅的時候 一個人看了後面 現在敵人又有多一個地方可以冒出來 然後現在我就覺得有點怪怪了 好像整個走廊異常的安靜根本就沒有人 通常電梯底下那個走廊應該會躲人吧 所以就決定進點裡面看看到底有多少 那我現在比較簡單 我現在要找到算出點內有多少 找到一個muse 一個frost 地上還有一個smoke 然後castle突然是首點 所以可以點內四個人 然後剛剛我們一個隊友被打死 所以一個在遊走 他可能要撈你們 對 所以現在知道 剛剛說我開那個辦公室火板門很糟了對不對 我現在我不知道在哪裡 他可能從樓梯口下來 他可能從火板門那邊跳下來 而且辦公室火板門位置是剛好 他可以從上面看到我腳 然後我看不到火板門上面的 我們現在已經剩一分半了 我們必須要開始攻堅了 有一個那個 明武神在看 我希望你 小雷 小心撈飛 對面的Bandit在打野 最後就是Bandit 有沒有 現在辦公室火板門打開以後 我們沒有一個有效可以埋伏Bandit的地方 而且這下面可能會有長女武神的攝影機 所以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動向 我們在開始發生攻擊前 他大概也都不會出現 可以看到沒有 我看不到火板門上面 但他可以看到我的腳 然後我卻不是遲著那個 長手牢那邊 衰被偷襲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槍拖敲出一條路 又浪費很多時間 又浪費很多時間 下一尊裝 剛才右邊沒有人 但Smoke在過 他會一直丟毒氣 可以拖出我們很久 所以我們就果斷換路 這時候Bandit出現了 我們已經完全沒有時間了 這時候Sam剛好爆到一個人頭 所以應該打出一個缺口 我們現在就要攻擊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快 喔 ナイ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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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4消失了 OB4消失了